在大卫分歧众多经典作品中 有一部不那么大卫分歧的作品 它散发出的乐观的 伤感的情绪 与以往我们接触到的那些 悲观的悬疑的大卫分歧电影截然不同 没错 这就是今天我们想聊一聊的电影 本杰明八段骑士 一部大卫分歧版的阿甘正传 是的 大卫分歧的名字又出现了 其实 目前为止我们做出的包括 七宗罪 博基俱乐部 消失大爱人 以及这部本杰明八段骑士 都出自于我们辛尼马拉松 最低调的小伙伴 席德马之手 相比双脑的诺兰 家喻户晓的哈利波特 席德马同学 唯独偏爱大卫分歧的作品 喜欢他在涉猎多样题材的同时 也在作品中 延续了独特的个人风格 喜欢他对黄色蓝色的偏爱 喜欢他执着于摄像机 随着人物运动而运动的运进风格 喜欢他严谨的叙事风格 和他对于题材的选择 视频开始前 不要忘了点击订阅关注 解锁更多的电影深度解析哦 本杰明八段骑士一篇 改编自美国著名作家 弗朗西斯·菲兹杰拉德 1922年的同名中短篇小说 没错 就是那位写出了 了不起的盖茨比的菲兹杰拉德 故事的灵感 源自于马克图文的一句话 生命总是开端于最美好的状态 而在最糟糕的时候结束 其实 早在1970年代 好莱坞就有了将本杰明八段骑士 改编成电影的计划 有许多业界大人物 例如斯皮尔伯格 罗伯特·泽米基斯 杰克·尼克尔森 都与这个项目擦肩而过 无奈本片贯穿了主角 本杰明一生的故事 碍于当时的技术限制 不得不需要找到 五位长相相似的演员 来扮演不同年纪的本杰明 这对于一部电影的制作来说 无异于天方夜谈 于是 这个项目也就被渐渐搁置了 千禧年后 随着CGI的技术发展 好莱坞再一次看到了 将此片搬上大一幕的可能性 于是 这片人找来了 艾瑞克·罗斯 《润色尘封多年的剧本》 同时 找到了正在筹备 同样时间跨度破程的电影 《十二宫》的导演 大卫·芬奇指导 经过艾瑞克·罗斯改编后的剧本 除了保留《返劳还通》 这个设定之外 已经和菲茨·杰拉德的原版小说 大相径庭了 很多看过本杰明八段其实的观众 都会不由自主地 联想到另一部经典作品 《阿甘正传》 没有错 艾瑞克·罗斯 也是《阿甘正传》的编剧 影片中 本杰明对应的自然是阿甘 两人都生而与众不同 影片都是以他们孩童般的视角 去观察这个世界 本杰明的挚爱戴希 对应了阿甘的爱人珍妮 本杰明与阿甘 都有一位慈爱 睿智的母亲 阿甘的母亲告诉阿甘 生活像一盒巧克力 你永远都不会知道 下一盒是什么味道 而本杰明的母亲告诉她 事实无常 你永远不会知道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阿甘和本杰明 都经历了各自年代的 重大历史事件 不同的是 阿甘参与了其中 并主导了事件的发展方向 而本杰明 更像是一艘无名的小船 在历史的洪流中摇曳 本杰明八段骑士 让哈莱坞制作者们 望而去不得另一原因 是因为这个故事 十分的平淡 影片中 没有实际意义上的反派 也没有传统剧作中 人们所强调的剧情冲突 影片全长两小时46分钟 如何在这么长的时间内 讲述一个不惊不懒的故事 我又要紧紧抓住 观众的注意力呢 影片采取了过去和现在 两条时间线 在现在这条时间线中 展现的是年迈的戴希 在病床上即将离开人世 她拜托女儿 打开了本杰明的日记本 开始为她念日记 由日记引出了过去的时间线 及本杰明一生的故事 与渔网大卫分歧 采用蓝色调和黄色调不同 影片这次的颜色使用 十分的清晰分明 在现在的时间线中 由于戴希即将离开人世 而新闻中不断提醒着 一场飓风即将来临 影片大量地使用了 阴暗的冷色调 而到了过去的时间线 为了突出回忆 年代感 影片采用了偏黄色的大地色系 采用这样的色调的另一层原因 也是因为 过去的时间线中 有大量的室内戏分 属于暖资调的黄色 营造出了一种温暖的环境 恰恰对应了本杰明 虽然遭到抛弃 但是在养母奎尼 以及老人院众人的精心照料下 度过了一个回忆满满的童年 而在戴希出场的戏分中 红色又扮演了一个 十分重要的角色 年轻的戴希 美丽大方 充满激情 迫不及待地想要与本杰明 分享他的世界 这时 导演在他身上 添加了许多红色的元素 用红色来代表这时 青春充满魅力的戴希 实在实在合适不过了 道位芬奇 是一位非常喜欢 让镜头动起来的导演 他的一大特征 就是摄像机 随着人物的运动而动 但是 在这部本杰明八段骑士中 除了在一些非常重要的 时刻彩虹轨道 摇臂镜头之外 芬奇大量使用的定镜头 让观众的注意力 更加集中到了演员本身上 影片中不经意地 回到我们熟悉的 分歧风格 是在这一场 讲述蝴蝶效应 如何导致戴希 车祸的蒙太奇中 我们可以注意到 这里大量使用了 镜头的左右摇动 使得镜头中的关键人物 或道具入画 由此达到强调的作用 这一段蒙太奇的剪辑 也十分精彩 影片跟随这本杰明 旁白的介绍 音乐的起伏 蒙太奇的节奏慢慢地加快 在介绍了这一场 蝴蝶效应中 所有的出场人物之后 旁白开始描述一种 如果的情况 如果鞋带没有断掉 如果货车早点开走 如果司机没有买咖啡 路人按时起床 电源没有分手 各种如果 哪怕只要发生了一个 可能都不会造成 戴希的车祸 可惜 世上没有如果 我们无法改变 已经发生的事情 戴希的舞蹈生涯 结束了 而心灰意冷的她 也用非常残忍的方式 赶走了前来看望 她的本杰明 相信 看过本片的人 没有人不为本杰明 与戴希的爱情动容 在影片开始不久 养老院的一位老人 就点出了本杰明一生 都无法逃脱的悲剧命运 这句话也贯穿了 本杰明的一生 她与戴希亲为竹马 互相喜欢着对方 可是鄙视 本杰明看上去 是个暮年老人 而戴希是个青春期的少女 当本杰明经历过战争归来 她仍旧像是一个 年过花季的老人 而戴希正值青春年华 活力四射 本杰明无法接受戴希的热情 他们再一次不欢而散 几年之后 刚刚失去父亲的她 也再一次地尝试 与戴希在一起 可是这时 风华正暴的戴希 正成名于 纽约纸醉金迷的生活之中 本杰明再一次失望而归 而再一次 本杰明提出 照顾受伤的戴希 而心碎的戴希 则选择恶言相向 赶走了本杰明 终于 在漂泊之后 戴希回到了 本杰明的老人院 此时的他们 终于长成了 年纪相仿的模样 他们在一起 度过了最幸福的几年 正如影片中的台词 随着他们孩子的到来 本杰明也渐渐表示了 自己的担忧 自己将要越来越年轻 总有一日 他将看起来 和他们的孩子一样大小 那时候 戴希将不得不照顾两个孩子 不愿意给戴希 带来这样的痛苦 本杰明选择在孩子 对他有印象之前离开 开始了自己 孤独的流浪生活 年迈的本杰明 得了老年痴呆症 在失去记忆之前 他再一次来见了戴希 而此时的他 看上去就是一个 18岁的少年 在短暂的相聚之后 戴希再见到本杰明时 他已经是一个 满脸青春痘的小孩子了 戴希选择留下照顾本杰明 直到变成了婴儿的本杰明 在他的怀中闭上眼睛 这也应对了电影开头处 本杰明的生母 在去世前托付的话 请为他找到一个地方 而电影告诉我们 本杰明最终 找到了那个属于他的地方 那就是戴希身边 在本杰明离世不久后 戴希也慢慢合上了双眼 在闭眼前 他仍旧没有忘记 跟本杰明到了最后一声晚安 原作中这个故事 发生在美国的巴尔迪摩 而电影设置时 将拍摄地选载了新奥尔良 而影片中不断出现的飓风 对应的也正是2005年 肆虐新奥尔良式的 卡特里纳飓风 在影片最初 戴希讲述了另一个短故事 吉饼干先生 为了纪念自己战死的儿子 制作了一个反方向走动的大钟 仿佛是这个带有魔法的钟 导致了本杰明的降生 而这口大钟 最终也被新的电子钟取代 也代表了本杰明的去世 而最后飓风来临 戴希去世 戴希的女儿 也留在了飓风中的医院 洪水淹没了大钟 也暗示着 本杰明的故事 将被这场风暴淹没 本杰明起伏的一生 却透露着一股平凡的伟大 这样的伟大 不会因为死亡而消散 它将成为一个个故事 流传下去 由新的人来继承这样的伟大 影片中多次出现 蜂鸟这一意象 第一次 是由带领本杰明出海的迈克船长 在俄罗斯的酒馆中吹牛 蜂鸟 是唯一的可以向后飞行的鸟类 对应了本杰明的逆生长 如果让蜂鸟停止挥动翅膀 不出十秒 它就会死掉 对应了影片所想表达的 无论发生什么 都要不断前进 而如果将蜂鸟挥动的翅膀放慢 我们会发现 是一个类似八的轨迹 而将八平放 就变成了数学中 无成的标志 蜂鸟 在麦克船长和戴希去世时 都有出现 影片中 还出现了一个老大爷 不断地讲述着 自己被雷劈的经历 这也是暗示生活的无常 你永远不知道 下一秒会出现什么事情 可是 这个老大爷 仍旧乐观积极地生活着 逢人便吹嘘 自己遭雷劈的故事 大卫芬奇 在访谈中也提到 在创作这部影片时 他正在经历父亲的离世 这让他对爱 有着不同的思考 他体会到的 更伟大的爱的举动 是在身边的人 将要离世时 对他的陪伴 因为 你必须为了他 而坚强起来 你必须经历 他人生的最后时刻 他的眼睛 终将合上 而你就不希望 这一切发生 大卫芬奇 让这些对于生与死的思考 加入到了本建明八段奇事中 虽然 片中出现了很多 经典的鸡汤说教台词 但是 结合故事情境 这些台词 又是那么的优美与感动 最后 想让大家重温一下 本建明写给女儿的这封信 希望这一小碗鸡汤 能够为大家的生活 注入一丝力量 至于 为何它就值得 是不远 没有很远 或是哪个人 还是哪个人 不是 任何人想要 尽管 有没有空隙 你能做得出 你能做入手 你能做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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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做得出 我能做得出 我能生不自信 你能有好不能 你能做得出 我能做得出 你能做出 喜欢本视频的朋友 不要忘了点赞 投币 收藏 转发 也是对我们用爱发电的大力支持哦 斯尼玛拉松 我们下期见